退休生活是要怎麼來安排呢 在我年有一個委員本在學校做是在中流業 因為伯伯不定義要來辦退休 現在說他的身體好轉之後 是來導致協議員的創作 找到退休人生的趣味 手來提到調查人家在做專科 因為伯伯讓他沒辦法走路 所以不得不退休 張劉毅跟學校退休之後 他專心還是藝術 後來非常多在家 其中一項就是專科創作 最近學了專科以後 我那時候老師就是要我們說 每天都要有作品出來 那我那時候最寧的時候是一天一科嘛 老師是說一個禮拜一科就好了 因為我就是退休了嘛 就比別人有時間 專科老師落經完標時 張劉毅真有天婚 也很穩定他已經已經創作精神 張劉毅也透過倉務各種大大小小的燈籃 用專科來跟大家交朋友 在這個短短的期間 他有這麼好的成績 而且這個應面風格非常的多樣 那也是拜他的認真所賜 那對於這個 不管是從秦代的這個秦印 或者是戰國喜 到一直到秦代的這個網派 這個鄧石虎 吳浪之 跟這個澤派的 這一類的 這個風格 從他的應面當中 就可以看出端米出來 沒有因為沒辦法走路 來放棄他的人生 透過合式創科 沒有創出了很多作品 也讓退休人生 變了更加豐富充飾 到了中華新聞 中華報有登